收视习惯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宗教祭祀、洽工机关机构等八大类高风险场域时 因为不易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 且会接触到不特定的对象 请您务必配戴口罩 二、在户外人潮聚集的场所或集会 请遵守业者或主办单位的人数管制 如果无法保持社交距离 请您自主戴上口罩 参加过程也请配合食联制、量体温、手部消毒等防疫措施 感谢有您与我们一起努力守护你我的健康 超盘战将 大家好,欢迎收看超盘战将 来,看这个画面 你看到什么 这是上市的 这是上柜的 你看到什么 上市掌停的加速 上柜掌停的加速 我看我 看懂 看懂了吧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 掌停板的加速 掌停板的加速 会越来越多 另外 注意 又有代表作要出来了 又有代表作要出来了 我等一下跟各位妈妈聊 我们先聊今天的大盘上涨75点 我觉得3月9号那一天跟各位讲 大盘低点就在附近 3月9号那一天 这一天 3月9号这一天 告诉大家大盘低点就在附近了 好 你们都看到了 不过我今天不想跟各位分析台北股市的 那个涨点 我想分析一下美国股市 这个你们都知道 苏坑案过关了 各位 今天的报纸头版 活水来了 活水来了 我跟你讲 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吗 美国 你知道美国的GDP组成里面 美国的GDP组成里面 消费 消费这块占美国的GDP 70% 我这两天跟一些朋友在聊 我觉得拜登 现在的美国政府 非常的有智慧 你知道吗 非常的有智慧 可以说是 你知道下那些政策 下得非常的精准 这会带回美国的经济 我跟你讲 已经有人预估了 渴望改写 近40年来最佳的表现 我突然想到说 之前有人说 今年要冲三万五千点 我想 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没有这个机会 各位 道琼已经在创波段新高了 道琼在创波段新高了 已经来到三万两千多了 各位 会不会 会不会 各位你现在身在其中 你现在在一个大多头趋势的行情里面 这是 接下来 你知道只要你做对一些动作 买到一些对的股票 它会改变你一生的财富 它甚至会让你急起直追 你知道吗 过去你没有办法成为有钱人 你没有办法让你的财富翻倍 今年 今年不一样 今年非常的特别 最近的经济数据 美国的经济数据 这个我跟各位聊过了 美国的二月的就业人口 它的北美半导体 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现在 再加上所谓的纾困案 各位还有一点 你知道吗 拜登说 他要推出 两兆的基础建设 两兆的基础建设 我跟你讲 真的是消费这块 他打到了 投资这块 他也不放过 两兆的基建 这会对美国的经济 我跟你讲 他会更上一层楼 他会对美国股市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一个什么 一个助力 所以我跟你讲 今年这个行情 今年这个行情 你不要设限 不要设一个天花板 我之前跟各位讲过这件事情 你不要设天花板 我搞不好还要再修正 我还要再上修 各位 这是一个 我觉得 是一个 今年来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要来了 你知道吗 关键时刻要来了 难怪股神巴菲特讲 不要做空美国 我深表认同 我深表认同 至于你们担心的什么 殖利率飙升 我跟你讲 你都不用担心 升息的问题 你也不用担心 通膨的问题 我跟你讲 这些都不是问题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下一波 美国股市上涨 会大涨的股票 包括台北股市在内 台北股市接下来会大涨的 会往上涨的 甚至 它的表现 要比指数 更加亮丽的 亮眼的 股票 我跟你讲 这个才是重点 这才是重点 台湾经济要V型复苏 我们央行总裁乐观景气 台湾经济要V型复苏 各位 OECD也上修了全球的经济成长预测 包括了欧洲 包括了大陆 包括了中国 各位 你现在身在其中 你真的 这一波的行情 我说实话 你真的错过的话 会非常的可惜 很有机会 你可以赚到这么多的钱 你有机会赚到这么多的钱 今年 各位 你一定要做多 你相信我 你一定要做多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股票 有一些标股要准备出列了 相信我 真的 我非常清楚 那次他们在想什么 这两天跟他们聊了一下 我非常清楚他们想要什么 我跟你讲 他们也要赚 利用这一波的行情 好好的利用 要赚到大概是这辈子 这辈子的财富 就看这两年了 真的就看这两年了 所以股票 我跟你讲 各位 还是那句话 股票很重要 你现在一定要买对股票 各位 你要买对股票 我告诉你 你买我的股票 我跟你讲 我层次的建议 你不要乱买 你听我的 你不要乱买股票 老师你这样讲的话 你不是说美国股市会很好 但美国股市会很好 可是 可是个股表现差异会很大 个股表现的差异会很大 有的往上 有的会往下 甚至有的在那边横盘震荡不动的 也会很多 所以你要买对标股 各位 标股 今天有人在问我 点虚 我问他说 你少了没有 你有没有扫描QR Code 你当初有没有拿到这只股票 你有拿到的 你不应该问我那种问题 如果你拿到的话 如果你有去扫描我的QR Code的话 各位 今天来到113.5了 113.5了 这带VCR 导播 check out 这只股票 站停板 113.5 113.5 113.5 我跟你讲 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我帮各位准备一档 跟他们一样的股票 你要不要买 你要不要买 点续今天大涨 我觉得 我这阵子跟各位讲的股票 大家应该都知道 有些人常常跟我说 老师你播的VCR都一样 没有错都一样 因为他们每天都在涨 因为他们每天涨停板 你要我怎么做 不播吗 视而不见吗 怎么可能 各位 这个礼拜 亚信标的三根 3月10号涨停板 昨天3月10号涨停板 今天 连续三根涨停板了 各位 我一定要讲到他 我记得在这天 亚信 在这一天 2月4号的这一天 这一天 来 看这段VCR 导播 确实 这一支股票 涨停板 我那时候跟大家讲说 这一支涨幅未来会超乎你的想像 我跟你讲 十个有九个半都不相信 十个有九个半都不相信 你们刚刚看到VCR 2月4号67.1 我在这边公开 我在这里公开 我说这支股票涨幅 未来会超乎你的想像 很多人都不相信 各位 67.1 67.1乘以2多少钱 一百三十四 今天拿到多少钱 一百三十六 连续三根涨停板 我给你讲 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因为我还有 我还有跟亚新一样的股票 我还有跟亚新一样的股票 亚新连续三天三根涨停板 各位 还有一支也是连续三天三根涨停板 他的名字叫做九阳 3月10号涨停板 3月11号昨天一架到底涨停板 今天再度跳空涨停板 三十六 三十六 三五元 来 VCR 导播 check out 这次股票 涨停板 8040的九阳 这一天公开 涨上去下来两根 我那时候跟各位讲 很多人跟我说 我回到是九阳陌生 九阳太陌生了 老师九阳是不知名的股票 很陌生的股票 这种股票是不会涨的 老师我不要买这种股票 我要买台积电 我要买联电 可以 可以的 他们也会涨 可是我要买涨幅最快的 我要涨最多的 开高走地 你看 大量 开高走地 老师你在帮人家出货 出货 我在帮人家出货 你如果你对我的股票没有信心 或没有兴趣 我说实在你可以转台了 真的你可以转台了 我只给那些愿意相信兴趣的人 我一定要想尽办法让你致富 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办法买到标果 各位 九阳 你都看到了 这几天的走势 你都看到了 我不用在那边吹嘘 我的技巧多好 我的技巧多棒 因为你们想听的不是这个 你们想听的是 老师 下个礼拜 还有没有像九阳这样的股票 还有没有像亚信这样的股票 还有没有像典序这样的股票 老师 给我这种 其余免谈 画面 停一下好了 让你们好好的看一下 好好的看一下 一个字一个字看清楚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 各位 我已经在预告未来了 我在预告未来 我在预告未来 因为很重要 所以我讲两遍 手机扫描QWACO 怎么说去 老师扫描好麻烦 打电话可不可以 可以 不过因为假日 有些人可能利用手机 iPad 或是用电脑在看我的节目 没有站在旁边 没有站在电话 那个视话旁边 各位 扫描QWACO 你扫描QWACO 手机传给你 手机传给你 好不好 手机传给你 最新的标股新霸主 各位 会像点序 亚信 九阳的标法 他是哪一支 他是谁 扫描QWACO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跟各位讲说 搞不好 扫描这支好不好 扫描QWACO 点序 这支你的 你只要拿起手机扫描 做一件事情 扫描我的QWACO 这支你的 爱普也是 爱普 扫描QWACO 爱普 6531的爱普 今天再创 收盘新高了 扫描QWACO 这支你的 要登 扫描QWACO 这支你的 要登 狂标多少 要登 狂标的 396% 扫描QWACO 很简单 做一件事情 扫描QWACO 这支你的 狂标 396% 爱普 扫描QWACO 今天再创 收盘新高 各位 扫这支 这支股票 我跟你讲 我除了给你这样 这支以外 我还要再给你一支 我还要再给你一支 这支股票 我本来要等到 下个礼拜 下礼拜三 礼拜四 才要推出完了 我等不及了 下个礼拜 你赶快去买 先卡位 先卡位 先赢 经历科的传人 经历科的传人 各位 451块 看最大比赛 导播 这支股票 涨定板 85块 公开全市场给大家看 85块 后来涨到三位数 100多块 续续讲 200多块 继续讲 继续推荐 我问他们 你们下一支是谁 连我都很想买 可是我分析师不能买 连我都很想买 下一支是谁 原钢 大涨400多% 后来轮到经历科 狂飙 85块公开市场上给大家看 到今天已经451块了 请问 再来一支是谁 锁定的是谁 你们想买的是谁 连我都想买 今天涨停板 狂飙的500多 573% 各位 他是谁 他是谁 计划好了 经历科 计划好了 特殊锁法会再来一次 这一支股票 加上这一支股票 一起送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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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支股票 我不要等到下个礼拜 礼拜三礼拜四了 我今天礼拜五 3月12号 我要领先给大家 拿到请低调 各位 你知道这支股票之后 各位真的要低调 不要跟别人讲 不要跟别人说 也不要跟你那个券商的那些朋友 股友们讲 都不要 你自己去买 自己知道就好了 一定要保密 真的 你不要害我 我跟你讲 你不要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敢传真给你们 我怕你们把这张给我贴到券商的公布栏上 各位 这一桿股票不得了 不得了 金利科掌停板狂飙5738之后 他的传人 同样的DNA 同样的基因 他是谁 真的 太令人意外了 我真的很想去买 我也好想去买 压个 压下去 各位 金利科 金利科狂飙了573% 他的传人 会几%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 现在你扫描QR Code 这一支股票 跟这一支股票 我一起送给你 好不好 就这么简单 你只要做一个动作 扫描 拿起手机扫描我的QR Code 这一支表股心霸主 加上金利科的传人 两档股票 全部 送给你 进广告 2021 贵气金牛来报到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往不利 超值专线 02-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 欢迎入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 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 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专专专专业 创业理财 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掌停 掌停 又掌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2021 贵气金牛来报到 188超值限定 让您油气冲天 无网不利 超值专线 02-8512-5858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口奖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操盘战将 说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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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支股票 说不定 我跟你讲 你听好哦 报到月底都不是问题的 报到月底都不是问题的 你听懂我的意思吗 不要做当冲哈 好不容易拿到这支股票 你给我做当冲 抱久一点 抱老抱好 各位我要做波段的好不好 波段的 我要做波段的 你不要小鼻子小眼睛给我做当冲哦 这支股票 好好的报波段 拿起手机去扫描 各位这支也一样 经历科 这个经历科真的要洗 你看看 你看看 他的传人是谁 会涨多少 会涨多少 扫描QR 这边 这支股票 加上这支股票 送给你 下周见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周见